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嘿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 今天乔林日志要跟大家开箱 台湾的维勒山丘的礼盒 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五个庄的 凤梨酥跟乌龙茶 是松柏林的乌龙茶 OK Let's go 我们来开箱吧 首先呢 这个是维勒山丘的乌龙茶 它是松柏林的乌龙茶 维勒山丘的乌龙茶 OK 现在它的包装长这个样子 它是乌龙茶 是茶叶3.5公克一包 所以乘以15包 对 然后现在打开吧 打开之后它是一个铁马席的一个盒子 打开长这样子 它这边有说松柏山丘金黄乌龙 对 然后这边是这样子 它有一个纸 然后这边是好像是15包 这样 所以它的这个纸好像长这样子 对 介绍 然后空底 所以里面是这样15包 OK 今天来先泡一包给大家看 松柏林乌龙茶 它的推荐是 因为它这个是耳挂式 所以挂在杯子里面的时候 是要放200cc 然后泡大概4到6分钟 对 那也可以跟自己的需求来调整 那我现在来打开吧 它这个还蛮好撕的 它这包装很好撕 这样打开 哦 它是那种圆眼 然后再烘干的这种 这种乌龙茶叶 对 很漂亮喔 然后这边有打开 来这个是 这个是那种 绿茶网 我觉得还蛮 指定还蛮好的 这边有个open 所以是这样打开 这样打开 打开就可以看到茶叶里面 然后旁边是这种耳挂式的 对 然后这有个三角的 OK 那我们这样子 嗯哼 好像 杯子太大了 我觉得杯子太大了 哦 是这样子 好 这样子 然后再冲进去 好 我现在要冲热水 这个先关起来 好 我们要冲热水咯 它是建议200cc 我们这个杯子也大概200cc OK 然后再等茶泡的过程中呢 我们来开箱这个 凤梨酥 它包装是长这样的 这边背后有说明 它是总重量是250克 250克 然后它一个份量是50公克 然后是5份 所以525是250克 然后这是用台湾的凤梨土 凤梨下去做的 有加麦芽糖 奶粉 煉乳 起司粉 鹽 对 还有蛋这样子 嗯 所以素食找些可以吃的 哦 它是奶蛋素 因为有蛋跟起司的关系 好 我们要打开咯 这个是双颈带 然后它背后长这样 它有一个胶带 这边要切开它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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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这是维勒山丘 他的说明书 他有中文日文跟英文 很高级的说明书 这是它的一个名片 对新加坡的贩卖地点有两个 这是它的联络资料 首先我们先 它里面就这样五个包 我们先切开给大家看 这样是50公克 好 那我们就打开它吧 它打开是这样方方的 我们把它切一半 它切开一边这样 它是有纤维的凤梨哦 那我们来吃吃看 它的凤梨是偏有点酸的土凤梨 然后纤维还蛮多的 然后它有加就是果肉纤维在里面 还蛮好吃的耶 这是台湾之光 一到十分我会给十分 给大家餐口哦 然后看到茶叶现在已经完全的展开了 这是乌龙茶 吃凤梨酥可以配这个茶 这乌龙茶的味道还蛮不错的香香的 吃凤梨酥配乌龙茶棒哦 好 今天影片就要到这边给大家 都喜欢的影片 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 按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下次见 这是台湾人在新加坡的生活日式Vlog 那记得按订阅哦 拜拜 拜拜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按订阅 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影片上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